据海外网12月1日报道 中澳发生贸易争端之际 澳大利亚前参议员 其右翼政党一国党党魁宝林汉森公然鼓造 抵制中国货 引起澳舆论关注 对此 澳大利亚新闻网12月1日 以为什么澳大利亚抵制中国货注定会失败 为题刊文指出 这种做法将给澳大利亚造成灾难性后果 文章说 在进口方面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2017到2018年度 澳大利亚从中国购买价值713亿澳元的商品和服务 这相当于澳大利亚进口总额的18% 一些最常见的进口商品 包括电信设备及其零件 计算机 家具 床垫 婴儿车 游戏和体育用品等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确实依靠中国来提供所需 西澳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泰尔斯 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周一小 两位学者增刊文章指出 与中国的全面贸易战 将是澳大利亚损失GDP的6% 两位学者认为 如果澳中关系彻底瓦解 并结束双向进出口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损失 对澳大利亚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但对中国的影响 就像是被文字盯了一口 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停止中国进口的影响 但二人都认为 最终 澳大利亚将是与中国贸易争端中最大的输家 昆士兰理工大学 消费者专家加里莫蒂莫也认为 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澳大利亚几乎每一类别中所占的比例意味着 抵制几乎不可能 莫蒂莫指出 人们只需要在任何一家澳大利亚百货商店中徘徊 就能了解从中国进口产品所占的比例 消费者是如此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 以至于抵制的呼声将不被理睬 因为这样做是如此具有挑战性 他还指出 如果澳大利亚停止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将对澳大利亚GDP产生毁灭性影响 此外 澳大利亚前驻波兰和柬埔寨大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董事托尼凯文12月1日也在澳媒上发表评论文章称 澳大利亚正迅速成为一个悲哀的笑话 一个挑起对华争端的典型 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虚假叙述的影响下 澳大利亚已堕落到何种程度 澳精英正抛弃批判性思维 澳大利亚对华经济脱钩只会伤害自己 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好的选择 但澳大利亚别无他选 澳大利亚